你绝对没见过这种迷宫 每一个都是手工画出来的 仔细看看这简直就是艺术品 而它的难度可想而知 工作人员尝试了半天也没能找到出口 甚至一度怀疑这迷宫根本就走不出去 男孩为了证明自己画的迷宫是有出口的 特意给节目组拿来了一模一样的放大版 谁能打出这个字我倒立合一撂 这次工作人员选择用画笔标进每一条路口 最终经过三小时的努力终于走了出去 那么这种迷宫到底是怎么画的呢 男孩打算现场演示给节目组看 他先用铅笔描出一个大概的轮廓 然后再用水彩笔勾勒成型 为了使迷宫增加难度 他故意留出了很多出口 但这些出口都是为了迷惑玩家的 当你进去后就会发现其实是个死胡同 画完后跟原图进行对比 简直太像了 男孩为了证明这张图也是有出口的 还将路线标了出来 那么他为什么喜欢画这种东西呢 原来男孩从小画有自闭症 太兄那项从不与人说话 直到十岁那年他接触到了迷宫绘画 他画出来的东西收到了很多人的称赞 这给他了很大的自信 从那以后他把迷宫绘画当成了一种精神支柱 其实每一张画都包含了男孩想表达的东西 只不过他把想说的都融入在了画里 希望他能早日走出自己心里的那个迷宫 按照中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露